加州2019年通过的AB2019法案 政府机构被要求制定一个 经济公平第一的行动计划和政策 以确保小型企业在政府的采购过程中 能够积极参与和受益 少数族裔媒体中心特别邀请了 加州综合服务部小型企业 和残疾退伍军人企业服务外展办公室的 乔安帕迪来解说如何正确的注册 及拿到政府的预算案 AB2019法案通过后 加州政府机构各部门均有权 将所有合约金额的25% 用于支持小型企业 并将所有合约金额的3% 用于支持残疾退伍军人企业服务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to becoming a certified firm so as a small business you may get up to a 5% bid preference on contracts and as a DVBE you may receive up to a 5% incentive on contracts and that really just gives your business an advantage when bidding against non-certified firms by being certified you also have access to contracts 小企业的注册要求包括独立拥有和运营 经营领域不能存在垄断现象 经营主体需位于加州 业主必须是加州本地居民 员工人数需等于或少于100人 年度收益需低于1600万美元 制造型企业仅需员工人数等于或少于100人 对收入则无特定要求 经营公共工程的小企业则可拥有200名员工 年收入不超过3800万美元 身杖退伍军人企业则要求至少有联邦政府认定的 10%以上伤残人士 企业至少有51%由身杖退伍军人所拥有 身杖退伍军人需居住在加州 并尤其管理和运营 企业总部必须位于美国境内 这会给你更高的价格责任 运营运责券 因为加州的加州 应该是应该赔 美国的运营运责赔 将被罚接线 另一个功能是 你的证据是 与各地区 区域业 与各地区域业 我们称为这些参加联系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 注册地址为加州政府官方采购网站 kprocure.ca.gov 注册过程包括点击注册选项 选择新竞标者注册 New Bidder Registration 并按照网站提示进行注册 需准备纳税人识别号 公司名称和其他相关身份信息 同时需勾选接受加州合同注册 CSCR竞标信息 提供邮箱即可收到来自州府的各类合同项目资讯 在注册过程中 还需确认企业的联合国标准产品 及服务代码United Nations Standar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de 该代码包含一个八位数号码 和对产品或服务的文字描述 以便买方了解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关于任何想在加州注册小型企业 并参与政府采购计划竞标的问题 均可email至 joen.tati at dgs.ca.gov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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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